台日新聞看世界來看到 世界兩大情報機構 英國軍情六處的處長 跟美國中情局局長 七號破天荒 在英國倫敦同台亮相 並首次聯名投書金融時報 對現今全球發生的衝突發表意見 除了談到烏爾戰爭之外 也表示將繼續協助 以哈達成和平協議 另外也警告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野心勃勃 全球應該投入大量資源關注中國 世界兩大情報機構 英國軍情六處的處長摩爾 以及美國中情局局長伯恩斯 七號破天荒在英國倫敦同台亮相 也首次聯名投書金融時報 針對現今全球發生的衝突發表意見 聚焦在烏爾戰爭跟加薩戰爭上 兩人稱讚烏克蘭大膽進攻俄羅斯的決定 不過認為普廷的威權尚未消失 還透露普廷曾考慮動用戰術性核武 加上有中國、北韓等第三方在戰場上的物資協助 提醒西方國家要繼續支持烏克蘭 摩爾也警告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野心勃勃 是毛澤東以來最具權力的中國領導人 習近平對政治體系的掌握非常緊密 但跟英美兩國的利益相抵觸 因此有加以關注的必要 伯恩斯跟摩爾同聲表示 雖然世界相較冷戰時期和平 但戰爭的威脅也是前所未見 目前以哈之間的衝突越演越烈 伊朗跟黎巴嫩等國的涉入也加劇全球危險情勢 伯恩斯表示這只是一個政治意願的問題 會繼續協助以哈雙方達成和平協議 張宇藤變異 將往藤變異 將往藤變異